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又是馬爾 鏡花先生 今年這個period是 大家犯不發覺是很多奇風突出的日本電影 無論動畫也好 真人化也好 我覺得奇風突出的那些只有奇 沒有突出的 即不是質素只有突出 只是奇 我們要這樣說 第一部動畫的大家都一定要記得 少女與戰車 這套已經是決定播一年 誇張得沒有人 近來也公佈了新作 最終章 偶然隔一個月都會聽到 那套又會真人化 剛剛又說死神有真人化 講過的我不存在的都知道 迷之時空 很迷地上去 大家說OK的 在坊間的評價 今天要講的那套就是 其實是一個清算 是一個清算 你要清算什麼 清算阿鵬夜壽明 他放下了他自己那套搞不定的ever 他人家已經道歉了 雖然他就照樣是要批鬥的 應該都是要 道歉還道歉 你沒有做一件事 都是沒有生氣 到意思為止 這個ever第四部 究竟什麼時候出現呢 大家都不知道 他放棄了搞不定的ever 我已經是定義了他搞不定的 我是很主觀的 在這方面 他拍了什麼出來 他拍了一套哥斯拉出來 不是ever前傳嗎 我們定義為這套 在我們主持看完之後 就覺得 這套很顯然就是 哥斯拉版的ever 哥斯拉版的ever 對方是助於 裡面的情節全部都可以 之後下接到 為什麼就要有這個ever 來出現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講這一套 就是真 哥斯拉 因為日文裡面可以說是神 或者是真 不過香港就取真這個字去說 等於 真吉塔 三一萬能合 真三萬能合 就是這樣 都無副真之明 大家可以明白 哥斯拉已經是歷史悠久 基本上是 我們每月初開始 就已經在搞了 這套 翻拍了無數無數多次 這個是日本拜第29集 但是這一套 他比過往那些 的確是有很不同的地方 因為過往的哥斯拉 哥斯拉原本的起源 就是人類的發展 合肺料到處丟 然後哥斯拉本來是一隻生物 因為這樣就特別 變成了一隻 其實這一種東西 其實 原初 基本上哥斯拉 如果你要歸根究底的話 就是什麼呢 他是奉勸人類 你們要珍惜這個要保護環境 還有就是 過度發展 就會產生一些不知什麼的 最終人類就會迎來滅亡的了 這樣說其實 在舊世代 日本醫動物 他基本上是有一個 很語重心長的前設 他裡面拍成怎樣 你不要來 但是這個前設 是有在的 那些 那時候 因為那些的製造人 經歷了很多的 野戰火 有什麼都好 他們有很深刻的體驗 對人也好 對事物也好 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 他們想達到的前設 但是當然這一套 在商業作品 那無可避免的 他就要迎合觀眾的口味 你不可以每次都跟你說 國家大事 那我當然要跟你說 這類事情 那哥斯拉這套 亦然就是 他拍了那麼多久 很多人的觀念 就慢慢改變了 他已經是純粹 就是怪獸片 怪獸災難片 很單純就是 有著怪獸在爬爬爬 嘩 然後噴火 然後那些人就說 嘩 然後那些人就死了 那除了怪獸災難片 還有怪獸格鬥片 甚至是日本版 後來才發展到 這個是後來演繹 那哥斯拉 原本其實只是說 都是在說這一套 怎樣形成 還有荷里活版 比較怪獸災難票的感覺 比較重 所以才有這種感覺 對 這套《甘野壽名》 主導的 哥斯拉 究竟是什麼 他依然是有 保持一件事 就是什麼 這是一個災難 不過這個災難是什麼 其實是人為造成的災難 也是哥斯拉 其中一個的核心 就是哥斯拉 不是我想變的 你們搞到我這樣 然後你們說我什麼 說我破壞世界 你們屈我 現在 實際上說 哥斯拉 我吃飽飯出來逛街 這是生物鏈的問題 這是一個 就是這件事 不關我事 我們現在說 野豬從森林走出來 沒有 他不小心走出來 不是你令到森林減少了 然後我沒有飯吃 我被迫出來 然後你說我危險 不過也有一點意味 就是哥斯拉 雖然在這裏的設定裏 開啟了給人類 然後讓他們看看 抉擇 究竟面對哥斯拉 有發生什麼事 的意味 好像是怎樣說 召喚了這個神 你可不可以用這個說法去說 或者這樣說 人類間接地 直接地 創造了哥斯拉 這件事 其實他們在故事中途裡面 就是剛才鏈花也說過 他是怎樣去射核發 其實他們在說一件事 這是我的心意 放棄核 放棄核發展 你要平息哥斯拉 這件事 或者要等他自然滅亡 就是什麼 你不要再發核方面的科技 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繼續做核能 就會有核廢出現 但核廢出現 就下隻哥斯拉 這個問題不會解決 這個主題沒有那麼重 因為後期他已經說到 哥斯拉其實已經可以 憑著空氣 自給自足 去自我生成能量 他自己已經叫做自給自足 其實他沒有去很詳細地 去分析哥斯拉的生態 因為他定義了 他是一個 去到最後 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本體 所以就說 人類做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師傅去到那個設定 就是人類 要是同歸於盡 就是放核彈 第二個設定就是 日式的做法 就是把他封印了 就是你只能跟他 可以說共存 或者共滅 其實是共存的 等於日本有地震 有火山感 他們共存 因為這個理念 在真哥斯拉這裡 其實是說一件事 因為對 荷里活式的片都好 日式的片 就是什麼呢 非有積敵 非有積敵的態度是什麼呢 殺 我不管你有什麼悲慘遭遇 總之現在殺人就是你不對 那些道德高地 那種看法就是 套落了一隻怪獸圖 在這個時刻 其實現在這裡就是什麼呢 我覺得後面有一個主題 就是說 為什麼 多斯拉是用一個封印的形式 去避免了一個問題 人類是沒有辦法 對抗這一隻怪獸 那沒有理由 無緣無故 就是 我都是說 好像我講 Marvel和DC電影 不是每次用C4 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你怎麼知道 扔核彈下去 他變得第二次更快 就是 荷里活式的原因是什麼 這些非有積敵就是 這個打不贏的敵人 怎樣 炸死他 但是之前也炸死的 C4 你看到很明顯的 喪屍片 C4 超人力 C4 怪獸 C4 他是避免了 這個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 很多一些 就是 我有腦子的 不過我喜歡看 那個斯拉喜歡看作人片 但是什麼呢 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他有一個表情 你沒有我智慧 這樣的劇情你都寫得出 但是這一套東西裡面 他採取就是 這個封印的造詞 就是什麼 沒錯 我現在在此時此地此刻 我是沒有辦法 能夠 殲滅你的 我只能夠就是什麼呢 爭取時間 去解決 日後有沒有機會解決 他們留下了一個問號 在這裡 有沒有機會解決 不知道 在這個時刻 這個時間點裡面 告一段落 是啊 他就是說 當你被封印之後 那個官僚架構 政府的東西 都被人移為平地的時候 年輕的一代 就可以出來重新 建構新的希望 所以這個是帶出 那個故事message 那個做法 還有就是說 我覺得這件事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上去 會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人類做過的一些錯事 不是簡單單單 就是 簽滅了一隻哥斯拉 就完了 你只是叫做什麼 你只是 解決了當前的問題 其實可能就是說 這隻未必是 只有一隻哥斯拉 可能 世界上有千千萬萬隻 哥斯拉在進化 總會有一天 繼續來 殲滅這個人類社會 不是針對人類 其實是 不是 這些是他經過的 那些是附加傷害 那些是附加傷害 為什麼會上岸 在開地上岸 叫做什麼呢 哥斯拉 封印在這裡 他放在這裡 代表一件事就是 人類不可以無視自己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殺了 一隻怪獸 一隻哥斯拉 你就是解決了問題 你沒有解決過問題 你要面對問題 而哥斯拉 一個封印在這裡 正正是一個警號 告訴你 有的 這些日系作品 很多時候就是 很多年前 這個世界經歷了危機 然後勇者就打贏了魔禍 然後幾百年之後 人們就說 魔什麼王 是傳說 然後現在說 傳說 你看看現在有隻哥斯拉 這次是巨人 巨人沒見過 應該不存在的 正正是這件事 現在是活生生 有東西在這裡 那 神經病會降下你的佛 給你的 你教育也有意願 大家看看這個 歌斯拉 這就是真的 那這個表情 你又多點肥了 然後跟小朋友說 當人類發展這些 合的東西 我們就衍生了這件事 這個活生生的歷史教訓 放在你面前 你怕不怕 就好像赤板裡面 最後有一段對話 就是放不放核彈 好的問題 就是赤板覺得不放核彈 就不會解決到這件事 但只要赤口說 你放核彈才真正的 帶一些問題給這個地方 其實核能量之後 那些輻射的事情 怎麼解決 解決不了 因為整套東西裡面 就是在哥斯拉那裡 當然另一個主題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也是很多人 不滿意的地方 有部份人 就是說 看著就是怪獸災難片 為什麼 人 比怪獸更多 他說的人是什麼 不是單是說角色 或者怎樣人去對抗 這個怪獸 是什麼 在政府面對這個災難的時候 真哥斯拉這裡裡面 他是深入地去描寫 究竟要經過多少重的程序 那實在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我們所謂的災難 因為他對人有影響 如果他不影響人的話 就不會叫災難 他在去旅行過而已 沒所謂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牽涉到人 就牽涉到政府 我這樣說 我不會用B級的災難片 因為我會侮辱B級的災難片 我會用C級的災難片去應用 C級的災難片就是什麼 有事發生 你會看到一個鏡頭 政府在開會 然後怎樣 然後政府沒有結律 然後就會有一個男主角 很神勇地 總之他是科學家也好 他軍人也好 他的特殊能力也好 然後就會很神勇地 然後去解決問題 然後政府在最後一幕出現 我們需要反省這件事 然後故事就是 政府的戲碼只有這麼多 有一套很值得他講 我有個例子 中了適合他講的災難片 就是明日之後 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基本上 政府的出場近乎好笑 好笑的 有少許的 的確可以是 看什麼 哇那些水都擁壞了 這個水都被淹滅死了 那些冰季冬 凍死了那些人 結果你常會看到什麼呢 政府的目門刑重的人 怎麼刑行呢 我們有盡力的 盡力會開始 我們都會開會 你看到他們 真的很在總部裡面 不知道做什麼 只是等待他看什麼 夠小啊 你快點來啦 我支持 這裏差不多的 這裏比試驗一二一 還在這裏開會 簽名 拿名不太好 遺出萬年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這樣的話 一來這種特技片 大家已經看得厭了 已經看了這麼多年了 不如看看日本版的 有些不同的角度 大家也會明白 在這些CG特技 因為這裏當然是用 也不完全是CG的 你看到哥斯拉 其實比我們看荷里活式的 所謂的真實 其實他的程度真的沒有那麼高 我覺得他們是特意的 做一種好像皮肚的效果 是 他們是特意復古的 就不玩笑 因為他們說過Motion Capture 那個人都不是想做 就是哥斯拉的感覺 是有些演戲的角度 他也是 而這個部分裏面 就是他們不喜歡的地方 在於是什麼 嘩 搞錯啊 我是來看怪獸 然後說說噴噴噴噴的 然後說這幾幕我真的少 不斷說 那些人說 究竟怎樣做好 然後說 那幫人 你又知道那幫人討論 也討論不到結果 當然 這些是這類型的怪獸災難片 的一個死症 你解決不了的 所有這類型的怪獸 我告訴你 99.999999 不知道搞到怎樣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一套那一套 我還沒看過 但如果在我的定義 我只是硬要解決這件事 硬要找那個人 就主角威良 主角光華解決 或者什麼呢 當對付那些 好像天殺地球反擊戰 然後告訴你 病毒 病毒可以解決 那一刻你會心想 別人高科技 就是你 萬一別人有個防毒軟件 已經防毒了你手的病毒 那怎麼辦呢 就是他這些是 硬要給一個人 一定可以的 然後說真的可以 那些片通常都要用回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降低敵人的智商 那些地球反擊戰 突然突然衝出來 讀那個後 沒有後的東西 就搞亂了 那這套電影的歌詞 有沒有降低智商 當然要用這些解決方法 人類已經算很好的 懂得用這個方法 因為其實他在表現一件事 他有個堅持的地方 我覺得是挺好的 就是他是一個 人質和人力 沒有辦法殲滅的個體 這件事 就是在這個主題底下 就是什麼呢 我怎樣可以阻止災難滑失 我不是要解決災難 就是這件事 剛才鏡筆說過 這些是天然災害 這些東西 你不通話給我 我要解決颱風 就是 獅子山過來 沒事 我要用神風一刀流 把颱風斬回壞 大哥 真的在一個絕體絕命的狀態之下 我怎樣求全 現在說的是求全 我不是說的是 我要勝利 大家想看的是什麼 如果想看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這套是應該這樣拍的 當哥斯拉出來之後 他進入了東京都裡面之後 然後他射爛了總理那架直升機 然後上面 有一個救護人員 被迷之的光之物體 選中了成為光之巨人 然後出來打死他 就是過直升機那裡 這些是超人的橋段 這些是奧特曼的橋段 不是啊 要橫太平洋一點 機器人過來就可以了 我也是橫太平洋式 我們也有機器人 衝出來 這個劇情在我們主題裡 一直想像中 因為這是一套 鵬野壽命的作品 我們的鵬野壽命 最大的印象就是EVA 秘密結寫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什麼呢 在故事的環境裡面 怎樣算好 你就會很期待突然之間 有個人走進來 放心 我們已經預料到這個資訊 所以我們在政府的資源底下 秘密成立了這個特殊秘密組織 以及建立了這個 煩惡人營兵的 難怪日本國庫經常都虧損 拿去做機械人 然後他們想說 哦原來就是你 搞到我們整個虧損 然後大客人在動 然後有機械人出來 然後就會有機械人出來 然後對抗 但是那個人不懂得駕 不是一定是年輕人 然後有生仔 那時候就會出現那些情節 他這套不是這樣的片 他這套不是特殊片 他也是特殊類型 我都明白 他不是那類型的特殊片 那類型的片 其實嚴格來說是什麼呢 人類的最後希望 就是交在一個外星人手上 交在一個未知生命體 你EVA都是未知生命體 總之交在一個不知道什麼的身上 然後就說 嘩好厲害啊好厲害啊 然後就結束了故事 他也是沒有說過其他問題的 但是 哥斯拉這套 其實他刻意強化了一切 過往這些片裡面 會走的流程 但不會細講的流程 他做了出來 如果我用一個比喻是什麼呢 就等同於 魔法少女小願 他也是告訴你 一件是什麼呢 魔法少女不是一件這麼美好的事 但你會覺得 那件事又對的 是必然的 而這套東西正正是 比我類似這樣做 那是對的 如果政府未滅亡的話 那他的確要走那些流程 他無論如何都要走 這些流程 現在只不過放了那些流程給你看 那當然 你說這一套戲裡面 很顯然地 有一個諷刺的味道 就是諷刺當前的日本政府的政制 以及他的制度 怎樣迂腐和怎樣腐敗 都未到腐敗 其實我覺得腐敗就不講這個問題 重重的制度 迂腐 迂腐 現在要救人 你看到這個政府為什麼要用迂腐的態度 他其實有一個對比的就是美國 當然因為美國就是 他的決斷在於就是 都不關我的事 他說 一隻東西來到我紐約這裡 就真的關我的事 當然是你那裡解決了他的事 不是 關我的事去紐約他都發展的 很決斷 他有提過就是 那個決定 其實我們在哥斯卡裡面 會不會看到一樣東西 我不知道他是宣揚還是 這個是民族性的問題 就是日本政府對那個人命 那件事很在意 當然最主要就是 死了人的話 他們要揹飛 他們不願意揹這個責任 其實情願就是什麼呢 當我阻止不了 我都不願意 就是有一條人命 是因為我的指令而喪生 就好像那時候 那個電車裡有個婆婆 就是揹著人走過 就搞錯了機會去殲滅哥斯拉 但我覺得 這套電影裡面想說的是 那個民族性是 就是不可以有人命 比較想說是 那些人不想揹責任 多於是說他們很珍惜人命的 因為他們有對白是說 那當然一定會死人 有幾個是很缺點的 因為一定會死人 最大聲的那幾個是 為什麼 沒有的 我給你建議 不是 最後出事的 是你出事 最大聲的 因為不是下他的名字 是用總統的名字出的 即是以後 偉促萬年是總統的名字 你看到的 故事裡面最多的情節就是 有一個人說 發射吧 然後另一個人說 發射的話 會產生很多問題 這個真是很艱難的拘捷 手上你覺得怎麼樣 所以幫我拋給別人 你看到一部好笑的 你見到一部好笑的 後面 徐國穿他做一個項目 然後 下你的名字 下我的名字 不要的 會避充萬年的 不要的 會這樣想的 手上也說了一句 要下名字嗎 不知道要搞什麼 他在說 這個是一個 叫做權責的問題 他們很多次是 有那個權力 但是不願意 或者不想去承擔那個責任 控訴著日本政府的這件事 不是說他們做不到事 只是叫做什麼 其實那些決定都是艱難的 總之就是什麼 下了 可以阻止到更大的災害 但是那個人是要承受 那個政治後果 而那個政治後果就是他不願意 我覺得是出於善意 出於拯救國民 這個大意底下 去做這個決定 損傷的確是難免的 但是他會說 有些人會把這個損傷 歸咎於這些人 這些片裏面就是說 如果他是超人的話 我怎麼追究呢 那光之巨人都走了 我在E50青雲裡找他 沒有可能的 那每個星期就破壞城市 整整整這個屋 我自己 這個也是 你奧十萬那些 為什麼偷到這麼久 就是說 超人都很聰明 你記住你要隱藏身份 追數 不是的話 追數的話 追數到E50青雲 沒辦法 這些很典型的古典戲劇 都是說劇情搞不定的時候 就會神派出一件事出來 解決那件事情 這個是很簡直的情節 也是很多電影 為什麼就是 去到拯救災難 就是解決了災難 之後 事情就完了 因為事後的處理 是一些政治戲碼的複雜處理 那些事情 可能就是 那些人不喜歡看 就是 勇者或者一群人 齊心協力去面對災難 然後發揮人性的光輝 解決那件事情 之後就是人性黑暗的橋段 而這套東西裡面 人們不喜歡看的就是 其實我是不喜歡看這些 因為說 搞錯 也不關事 我是想看這些 如果你說 我定義來說 他有沒有離開了 這些所謂科幻災難片 其實他沒有 他依然是在做那些事情 其實是 他沒有離開過主題 只不過是什麼 你帶了一個就是 我是來看士級片的 其實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你不要跟我說 這個其實就是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看Walking Dead 明明不是看喪屍 但是裡面不是說人性的 為什麼看Game of Thrones 不是想看龍 還有人們劍打 為什麼是說政治權鬥 同一個套路而已 為什麼一定要就是打劍 我不說外國勢力的作品 我們不說 我們說本土勢力的作品 韓戰 喂 我是想看警匪片 我在說第一集 我是想看警匪片的 然後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行政程序 警察內部 好 我不喜歡看 我是想看成龍 然後就病病病 然後就救華 然後他就拿了奧屍卡的終生成就獎 和女兒就要 明明以前看警匪片 是看槍戰的 為什麼要看人文氣 為什麼要看人文氣 為什麼要看文氣 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大家是有這個救命的話 韓戰都有這個救命 當然我知道 你可能都會覺得韓戰是不好看的 但我說這些情節 你可以說是 這些故事的發展 就是他們要求變的 其實是要 而且當時 這套真哥斯拉 都說明 這套現實對虛構 日本對哥斯拉 唯一虛構的東西 就是哥斯拉 日本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 韓戰都是這樣 而這個問題就是 大家是想看什麼 美國對哥斯拉 但現在是日本對哥斯拉 所以不同的 這個就是 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應對方法 美國就說 有什麼問題 核彈解決一切問題 要疏殺市民 不用了 算了開炮 然後就會有人說 總統不行的 你現在這樣的話 會蔓延到馬克頓以外的地區 然後說 那裡是更加人口種的 政府 然後總統就說 嗯 去啦 美國的荷里奧版 就會有一兩個 梳散的鏡頭 那些警察在趕人 那些人都很害怕 走啊跑 然後就跑 然後就跑 就可以了 總之主角群 總之有樣子 有姓有名的 就會沒事 在一個位置爬出來 對 類似那些 也是比較無人化 其實我是挺喜歡 看他這些戲碼 因為這份人其實說 其實他有兩方面 無論你對日本的政治 很熟悉 對你來說 哇 你真的看到這些東西 你真的把幾火 那些人真是 頂你那快 你們真的不早點死掉 那當然 這些東西都如你所見 那樣死掉了 死掉了 那你不熟悉的 其實你會看到 他裡面的一部分 日本政府的運作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 他是擺了一個很好的位置 就是不認識的人 都可以了解到 那個故事和日本政府的體制 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在裡面 如果認識的話 就會多看一些 例如戰後裡面說 戰後日本的立場 講智慧隊 講多一些日美關係的東西 那些會看得多一些 但如果你不認識的 其實裡面官僚隔開 我相信是全世界的 政府這麼差勁而已 而這一套東西 難聽一點說 就是這個就是民主社會 政府的結構 他有說過 民主議會 一起聊他 是這樣的 他有些劇情也會說到 一些諷刺 都正面地說了這句話 在這一個地方 我覺得是好看的 你見到其實 他是不是說 不拍歌才是 就創造不了危機感 其實不是 他是憑人 這裡裡面有很多 大堆頭的演員 在這裡合力 其實他們是靠他們 中間裡面的 教涉裡面 去創造那一個 的緊張感出來 其實是做到的 我覺得其實是 更何況我覺得 陰野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 有些事情 如果你不停 叫他重複去做 只會不停降低 那件事情的威力 如果不停放擊光炮 你不會覺得激光炮再恐怖 激光炮再恐怖 就是放了一下 很大的威滅力 你就會覺得 真的震懾到 喂 真的是厲害 這件事 他一直在用的是什麼 秉承你整個 這件事是一個未知的傳作 他由未知 最後去到什麼 知少少 這個未知開頭就是 他會走的 其實那個進行是 放心 他不會上木地的 他又上了木地之後 放心 他走得很慢 然後他站起來 給你看 然後就說 放心 放蛋了 他只是個口才會防激光 然後就說 放心 他只是個口才會防激光 背後就有防激光 給你看 他不停在那裡 左邊不夠 右邊不夠 還給下面 下巴我打完 他們是在諷刺高官的言下 那些人說不信心政治 不要緊 高官被打斂就很開心 他們不停在用他們的 那種 常識 以知的知識去說 他們不相信就是一些什麼 因為其實你看到裡面的 官僚政府裡面的那些人就是什麼 他們就說 小孩子收拾 憑我多年的經驗 不會發生的 這件事 然後就馬上打臉 他經常都是這樣 馬上打他臉 然後說 發生了老婆 專家說的事情 你多少官員 什麼級 副寶 算了 然後你見到的 專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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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上落岸的話 那時候 他就會被他體重壓死了 然後跟著 那些人說 不是 那些人看著 你吃什麼 官員就說 不好意思 講錯話 這些就是什麼 社會裡面 奉行就是 權威 權威說的 一定是對的 你不是權威的話 你跟我閉嘴 去到後面 其實你見到恥口 他一定是做的 就是什麼 不要管 我們現在是雜思講益 我們對付一個未知的存在 你所有已知的知識 不一定是對 我們是要雜思講益 總之有人提出了什麼 如果我們能夠 根據那個理論 去證實它是對的 我們就嘗試去做這件事 你不要管那個人的身分是什麼 所以他才集合了一群 政府裡面 幾乎 沒有出路 其實這群人是什麼呢 聖觀無望的 他在說什麼 因為這群人是不符合 當前日本體制的群體性 其實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是很有個人主義風格 我行我素 那類人來的 或者不複玩政治的遊戲 不複打交道 總之就是保持自主性 我債我 但是如果你給了那些自由 或者他們就會樂意為你奉獻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他打臉就是打掌官那些人 就有一句對白說得很正的 就是說 你不可以有不合常你的期望 和樂觀的 你不可以有 為什麼你覺得一定會是這樣 就整件事解決到呢 就是你這麼僥倖的心態呢 就是因為這個僥倖的心態 才令到國家這麼容易 他也說這個就是日本政府 議戰的時候 他就有這種心態 是僥倖的心態 是僥倖的心態 應該也這麼說 他講起這句話 不斷說人類其實不一定是重複 我同樣的錯誤 在呼應主題 當如果那件事解決了之後 以人類的劣根性的習慣來說 我是會固態服務的 而正正因為什麼呢 這個呼應就是 哥斯拉是沒有被解決的 其實是 他依然在這裡說 你要提高你的警號 即是你不停是要 反省你自己 即是鵬野很喜歡說這些 大家都明白的 你不停是要警惕自己 保持一個臨戰狀態 我叫做戒慎恐懼 那也是的 日本裡面經常都喜歡說 尤其是戰後 就是在說戰爭那件事情 究竟是不是在我們本陣裡面 即是在日本裡面出現 但他告訴你 其實戰爭現在已經在我們的首都 我們的擇心的地方出現著 你還以為不是嗎 或者說就算不是戰爭也好 你地震也好 也好 可能台風也好 其實永遠相伴的 日本來講 你一定要保持著 警覺提高你的生存 而當然你說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影射了日本很多東西 你核的 其實那個哥斯拉那裡 其實它等於是什麼福多核電廠 都很明顯 就是靠封印的方法 去解決了那個東西 都現在是福多核電廠 是呀 挖得出場 這套東西的風刺味 是很重的 就是大大巴這樣滑了它 你想一下 當現在手上 鵬培俊三 他很大聲就說 核能是沒有問題 大家放心來東京奧運 他就跟你講這些 現在就去 你為什麼是無意樂觀 本來有跟歐佩俊三 其實差不多 所以這套東西 我覺得它真的結合了 娛樂和現實的環境 一套科幻作品 他沒有離開時間點 或者是人會做的事情 沒有離開現實裡面會做的事情 就是那個人 不會突然之間 獲得超能力 或者獲得光之巨人的力量 或者會坐著一部 未知的人形兵器 去對付這個哥斯拉 沒有這件事發生 我們全部都是以人力 我們做什麼 其實這套東西 當然你說 他是想做一個 讓你入場旗號下戲 他就是想看完這套作品之後 你回想回一個反思 而且我覺得他有政治啟蒙性 他裡面說到 其實一個政治家 他最重要是什麼 他一句其實說完了 要承擔責任 其實就是要 這個位同事是在善香港 這個是全世界的 當然香港都有 香港是更加的 香港是不用承擔責任 香港是更加的 香港是更加的 這個問題 我老婆的錯 我家人的老婆的錯 其實承擔責任是最重要的 甚至最後 他都不是完全打老人家面的 後任首相 就是那個 演繹那個 現在人死了 他就做著 他也有 其實要低頭找那個 法國外交官 叫他求他幫忙 其實都肯成得責任 他見到最後 寫作品裡面 他都有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就算人類是多麼腐敗 他都還有一絲的光輝 一絲的希望 我們是值得 為那一絲的光輝 一絲的希望 而奮鬥 這都是 日本動畫 日本作品裡面 很多時候是堅持這件事 我們是為了 人性最光輝的一面 而奮鬥 哪怕就是整個社會 都是北空入木的人 但是我們都是要為了 殘餘那一絲的人 去奮鬥 去打敗魔王 那這些是 這些作品的橋段 就是破壞過後 其實還是有希望的 看到很多黑暗的事情 但是不代表 這個世界就是沒有希望 當然你說 因為太大堆頭 其實根本上 這些演員 其實我覺得是 除了某幾個 就算你說此口 這個叫主角級的話 其實在這套作品裡面 你都會覺得 如果在一套 你說我們看荷里胡作品的形式 那些 它的出場氣氛 其實是跟一個大企 即是說 大配角的氣氛 其實是差不多 因為每個人是分得很散的 它是負線式的氣氛 所以 叫做 它不是用一個主導 主角 就可以從頭到這件事 完結 它不是 英雄主義 整班人同心合力去做 其實挺混亂的 當然你說這套 也是我的約翰 你這麼多角色 我為什麼記得這個名字 他連記者都可以大企 告訴你 記者出來說一兩句對白 即是他也是大企 演員真的很大 他出來一播 記者一說一句 就搞定了 這套是挺厲害的 就是這套 它真的是 這個角色的立體 是來自於他的言行 而且他給你那個衝擊的印象 不是一句 脫刑就可以解決 大家知道我講到哪套作品 這套作品指示 告訴你 你可以只是靠一些對白 或是靠幾個動作 是可以表現到一個角色 但不是用處形的方法 人家過幾鐘頭 你知道那裡有多少演員 起碼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三十幾個演員 你不是現在有多少個 我再說名字 也是 我記得環境省的那個宅女 其實我覺得他的戲份 雖然都不算好 但很搶 我都很深刻 就是他對著鏡頭沒有表情 但有機關槍式的說話 這些表演其實是不錯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 都是暗夜的壞事 角色設計一定是 還有零波麗的影子影片 我覺得不是的 你代入了 我覺得這套 這套其實 如果讓我去代入的話 再用Eva的思維 那樣子 恥口就是加持 哈哈哈哈 然後那些女人 就是栗子 美里那些 是沒有定司 還是什麼 子優像加持 我覺得 他像加持 除非恥口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不是 子優是不過立法 輔助Eva機關 Eva機關 Eva機關的敵師 你也知道 也知道 大量都應用了很多Eva裡面的音樂 因為就是那個人 就是那些 偏偏 你看完出來 你會覺得 尤其是你很熟悉 音樂 很熟悉Eva的人 就是 喂 是不是出動 看你地上發了一部Eva出來 最Eva的音樂 其實都是那幾樣 音樂 冰箱要排到 好像很漂亮的排法 那些自體 一向都玩 不知道Eva在玩 超和自體 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主持在咪前 我們說的時候 就說 這套不是Eva前傳來的 那現在 東京毀滅了 所以就是 第三新東京市 而為什麼這些東西在地面 在地面會被哥斯拉踩破 什麼 一套東西 你告訴你就是地面最安全的 不是 他是理晉了一件事 第三新東京市 為什麼要這樣建 其實他是在幫Eva 不是啊 他解釋了為什麼會有一個 Lilys最初的仕途 就這樣被封在這裡 啊 其實就是那隻哥斯拉 其實就是那隻哥斯拉 然後在地面移發了 就是後來的 就是哥斯拉 那我們又怪錯了 鵬野壽命 他不是放棄了Eva不做 他只是去做前傳 前傳 一定是這樣 這套我覺得值得一看 其實是 無論是演員 無論是演員也好 或者是那個哥斯拉 就是他給出來的衝擊 他不是用一些好效果 或者影像去衝擊你 他是用那個環境因素 去告訴你他多麼危險 還有現在多麼危急 我們要怎樣去處理 這個大的危機 那其實是 至少我跟有馬看 有一個基準的 只要有馬在戲院裡 他不笑的話 等於那個劇情其實 其實不是很bullshit 其實是 不是喔 我看到總理那群人 走在機場裡 我笑一下 是那個笑 不是那個笑 你是瘋子 是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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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進擊之巨人》那些 我是不停的 你們有馬的笑聲 是忍不住的 很難忍住笑的 這個劇情真的 但這套劇裡面 其實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看不到很多 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順著劇情 必然會這樣 你可以說的 你也要去爭拗 我解決這件事件 都是靠一個 我找到一個方法 但至少他不是說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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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他有說到的 他有幾個BX 然後找了一個 很久才找到一個 有客人的方法 然後派了實驗室去研究 這樣也算是交代過程 可以說他很順理成章 但也有方法 其實法國幫手 不法國幫手 他做不到 法國幫手 是想帶出 日本其實也懂得 搞一些交識 但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 這套劇當然我覺得 對比起 可能遠在香港的 我們可能會沒有那麼大的感觸 但這套劇 我想其實是對 日本的觀眾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無論是政府官僚裡面的 一些的說辭 他們的行為 再加上無論是自衛隊也好 福島核事故也好 他裡面這套劇的影射 其實是很充足 你會是 換醒 你記得這件事是發生過的 不要忘記了這件事 不是過去就算 其實他有一個很深的意義 而且他的實境 我覺得很棒 就是拿回日本的實地建築 去破壞 我覺得很重要 你住在那一刻 他們就想 哇 正不用上班 今天天天很開心 什麼不用上班 那個鏡頭就是 明天照常上班 明天照常上班 東京圈 不是東京最首都核心的位置 沒事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說回香港玩單 就是哥斯拉羅湖岸上來 向著禮賓會進化 然後沿途那些建築物 不斷被人摔 成哥跟你說 明天照常上班 對 他們真的很有共鳴 羅湖拆了 開心吧 明天準時上班 什麼羅湖拆了 你哪裏上班 所以那些人就是 如果直升機裡面 裝著某位特首的話 應該大家都會看得開心一點 其實 你要代入 其實是這樣代的 你看不明白劇情 不要緊 你這樣代法 哪個官員又哪個官員 你會明白了 最後一題就是 將會一定會說的一套就是 新海誠那套 不過香港還沒上 等香港上去 你去日本一看 真的評價很高 這次說得很厲害 那我去日本看一看 唉 借死機會 借死機會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